比特币波动率居高不下 实体地址盈利率出现明显的下滑 矿工收益也开始下滑 挖矿难度却是节节高升 矿工的寒冬要来了吗 比特币ETF将会改变游戏规则 机构不会告诉你 他们正在悄悄的改变币圈 竞技的索拉纳继续开挂 稳定币在索拉纳链上超额完成了任务 Coinbase SEC对簿公帑 彭博社预言Coinbase的胜数几率高达70% 孙格提币6000万美金 距今瞄准时机疯狂抄底 散户是跟还是不跟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1月22号星期一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由Deepcoin挂名并提供的 数据头条 我们先来看币价 在我们发稿的时候 比特币已经接近4万的整数关口了 正在挑战4万的支撑位 比特币当日的价格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额的比率 叫做比特币的历史波动率 所以我们来看比特币的现货 ETF通过之后 比特币的历史波动率 近一周都持续的维持在2.6%的上方 这样的情况在此前是很少高频预见的 这表明什么 表明市场的洗愁操纵博弈等行为是非常激烈的 我说什么 特别容易在线下这种消息面利好 出境的情况下受到操纵 受到资本的管控 比特币现货ETF的行情 从2.6%上涨到现在涨了接近50%了 如果按48,900下跌来算的话 到现在也跌了16%了 那么您觉得后续的上涨概率大 还是下跌概率大呢 其实现阶段处在一个变盘的紧要阶段 一旦多空双方任何一方占据了主要的趋势 都会出现市场单边行情 那在我们会员专属周评当中 已经给出来答案了 请点关注 好 在技术面 我们周评给出了答案 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面有没有支撑 我们来看一下实体的利润百分比 什么意思呢 通俗来讲就是比特币的获利地址占比多少 此前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 它的获利地址是持续增加的 但是随着比特币价格的回调 势必会有投资者进行抛售 那么获利地址的占比就会减少 在1月11号之前 获利地址的占比高达90% 但截止21号 获利地址占比只有80%左右了 下降了大约11% 同比比特币的价格下跌了16% 很明显 获利地址的下降的趋势 还没有赶上比特币价格下跌的幅度 所以说明什么 市场短期之内 还需要进一步消化潜在的抛牙 我们再来看一下矿工的收入情况 2024年4月份要减半了 所以挖矿的算力是持续上升的 按道理来说 算力提高对于挖矿成本也会增加 所以只有比特币的价格同比上涨 才能够支撑矿工的挖矿成本 不过大部分担心 我们根据支付给矿工交易费用的 平均统计图表显示 矿工的手续费 从二三年可是一直在暴涨的 虽然说2024月有下降 可是还是维持在一个超额收益的范围 所以作为最舒服的投资群体之一 矿工不需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 可以坐收比特币明文 和比特币生态爆发的红利 因为所有的交易手续费 不管哪个生态爆发 矿工都是要分走的 而且未来的手续费会涨多高 是不可预期的 所以大家趁着这一轮比特币 进入黄金坑的机遇 不妨囤一些比特币的矿机 矿工机是什么 就是可以让你以18000的价格 每天定投比特币的一个通道 好 请你点赞 我们来帮您梳理24小时 您必须关注的加密赛道的新闻 所以您的点赞是我们每天梳理新闻的动力了 上周四大家都知道 有11个现货的ETF开始交易的 第一天的交易量46亿美金 到了第三天的交易量 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了 其中灰度GPTC的交易量贡献是最大的 不过 灰度也是卖出量最高的机构 它总共卖出超过5亿美元的比特币 其他的机构都是净流入的买家 那正负相抵的话 前三天总共买了8亿美元的新的比特币 平均下来每天买了3亿美金 这相当于每天从市场上拿走7000个比特币 那新增是多少呢 矿工所有加起来 矿工每天能够挖出来900个新的比特币 所以这种买盘好像并没有反映在近期的币价上 随着比特币ETF的通过和机构的介入 加密货币周期的性质即将发生变化 基于BTC减半的四年拉高和Posho周期即将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比特币将强劲上涨 没有人知道它会达到多高 但10万到20万之间的任何值都是现实的 随着比特币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的成熟 和比特币现货ETF的资产管理规模增长到数百亿 甚至数千亿 比特币的波动性将自然下降 通过这种方式 比特币可能会被华尔街所控制 另外比特币ETF的批准对于山寨币来说极为利好 以太坊在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上涨 也许这也是因为以太坊是下一个 可能被考虑用于ETF的加密货币 其实在两周前我们的会员专属周评当中 就已经跟大家预测过 见顶信号已经出现了 那这个见顶信号出现的位置 可能会预示着后期的回调力度 会非常的强烈 所以经过两周的时间 我们已经把手上的短线仓位控制在了4层 也就是说我们回收了60%USDT 相当于我们所有之前的投资本金全部都回来了 外面的40%全部都是我们这一年来的纯利润 所以大家看到如果很多人问现在还能不能买到4万以下的比特币 那这次回调非常有希望 如果你还是空仓的话 那这一次的回调 这次的黄金坑可能是你上车的唯一的机会了 未来比特币能涨多高 我觉得超过6位数是妥妥的没问题 如果我说2024年是索拉纳之年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 因为确实在这一年 好像所有的好事全被索拉纳全部占了 对吗 先是它的代币SOL节节走高 然后Lear1的供链板块出现了普涨的行情 然后索拉纳生态链的空头造富故事 一个接一个 新生的应用也在里边层出不穷 大家看到TVL链上交易量都在直线上升 而且在稳定币方面 索拉纳也是开了花的 据说1月份的稳定币的转账额 是创下的新的记录 据说都可以叫板以太坊了 根据区块链分析平台Artemis的数据 索拉纳上的稳定币转账额 1月份已超过3000亿美元 超过2023年12月 索拉纳稳定币转账量2970亿美元 比2023年1月的115.6亿美元 增加了2520% 作为稳定币转账量的行业领先者 以太坊本月 迄今转账额达3170亿美元 市场份额超过33% 索拉纳的稳定币市场份额 目前接近32% 比一年前的1.2%份额大幅增长 而在索拉纳之后 初恩是第三大稳定币转账区块链 本月迄今为止 其交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 整体来看 索拉纳的爆发是有它的原因的 从消息们来说 FTX的首期执行官 三班克的FREE 它的审判告一段落了 可以说是让索拉纳丢到了 它身上最大的包袱 而机构投资者纷纷涌入 也造就了它的成功 为什么会有机构投资者纷纷涌入 这是我之前看好索拉纳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世界顶级的六大风投机构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是索拉纳的金主爸爸 所以您说 有这么多的大血包背在身上 要钱要影响力要资源都有 索拉纳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而且别忘了 它是一个中心化的公链 人家生来就是为了合规而设计的 Coinbase和SEC将在法庭交战 你觉得Coinbase胜算有几分 巨金们近期都出现了抄底信号 散户们到底什么价位跟进比较合适呢 好 我们跟大家讲过 Coinbase和SEC之间的官司还没结束 大家记得吗 去年6月份SEC起诉Coinbase 告它什么呢 未经注册提供了证券交易 经济商和清算业务 而且一股脑把索拉纳 爱达币 马蹄等19个代币 全部列为证券 对此Coinbase也没闲着 提出了反诉 而且寻求驳回诉讼 好 就在昨天美国纽约的南区 地方法院召开了法庭的听证会 怎么回事呢 我们去看一下 在听取了法院五个小时的听证会后 彭博社高级诉讼分析师 埃利奥特·斯坦因 稍早发文表示 他认为Coinbase胜诉几率很大 并预测有70%的机会 有望全面驳回SEC的指控 Stan进一步解释说 Coinbase提供了比SEC 更精确的投资合约定义识 这是一个转折点 另一方面 他还提到了去年SEC诉讼Rebo案中 法官在7月裁定交易所买卖XRP 不被视为证券的决定 也会对Coinbase的诉讼提供有利帮助 I think it's pretty clear at this point that we do need new laws on the book to clarify some of these outstanding issues around what's a commodity what's a security 好 根据美国法律 听证会结束之后 一般在几周之内法庭会做出裁决 接下来如果法官拒绝驳回SEC的诉讼 那么案件将进入发现阶段 这个阶段结束之后 法官还没有被说服的话 案件就会进入审判阶段 将会由陪审团来决定 被告是否有罪 那么这一杆子时间可就知道了 2025年才会宣判才会有结果了 这个案件我们要关注原因是什么 它关乎着币圈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也关乎着Coinbase的生死存亡 如果Coinbase胜诉 那么它会为其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打开大门 更多的机构和散户投资者 可以更加自由的参与这个市场 相反如果SEC胜诉的话 那么加密货币的行业 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 投资者会更加谨慎 更加难于在其中来进行交易了 所以这场官司我们会一直盯着 拭目以待 究竟谁会胜出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位币圈的风云人物 孙哥孙宇诚 孙宇诚身上的事从来就没少过 虽迟弹道是刻在孙哥基因里的一个符号 孙哥最近很烦心 先是市值第五大的稳定币 TUSD脱钩了 这是公关事件 第二个公关事件 火币在19号8点大规模当机 虽然说最后是有惊无险解决了 但是这些事无疑让孙哥非常头疼 而且大家看到ETF利好落地之后 投资者大量的获利了结 加密货币市场是一片哀哄 在这种下跌趋势当中 很多巨金开始在这个时候建仓抄底了 这里边当然也有孙哥的身影 数据显示自2023年12月18号起 孙哥开始从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撤出资产 在链上大量囤币 总计提取价值达到6000万美元 等值加密货币资产 其中包括了多种加密货币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17,433枚ETH 价值高达4300万美元 除此之外 他还从币安提取了10,0100枚Band 价值约16.8万美元 在孙哥疯狂提币的同时 一巨金以41948美元的价格 共购入700颗BTC 市值达293万美金 还有一位擅长短线低买高卖ETH的巨金 也在上周五花费890万美元 以2000美元至2500美元价格 共购买3600颗ETH 那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当中 我们说是离钱最近的市场 跟着庄家走 跟着巨金走总是没有错的 这个时候巨金们出手了 他们会利用他们的资金和信息优势 在低米的时候抄底 那这些巨金们什么时候抄底呢 什么价位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呢 那个关子啊 请大家一定关注我们的操盘日志 当合适上至的时候 我一定会在会员群当中 号召大家一起上车的 好了干杯群大师姐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吴杰庄在X平台发文表示 全球性大型的金融科技峰会 比特币峰会将在香港举办 素育生态借贷协议Skollof 在X平台宣布 其已获木生态DEX与流动性协议Sitas 战略投资 具体投资金额暂未披露 链上数据显示 PayPal推出的美元稳定币 PayPal USD 目前共发行3.01亿枚 链上总持有地址数5168个 链上交易数量为33,082笔 据Bitcoin News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自比特币现货ETF推出以来 BITO的资金流出已超过1.8亿美元 根据统计数据 稳定币加密资产FDUSD 自年初以来市值增长了10亿美元 目前供应量为26.14亿FDUSD 在30天内经历了45.7%的供应增长 好在现货ETF之后 在周日的直播当中给大家总结了 可能必须会出现三种 未来的一个走势 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可能比特币 外来价格会走得很高 50万美金 在这一轮是有可能被看见的 因为机构会要把价格控制在相对高的位置 如果我们站在机构调端来想想这个问题 机构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现货ETF被人爆买对吗 如果比特币价格很便宜 然后进入门槛很低 交易所可以随便买的话 谁会选择ETF呢 所以它一定要让价格稳定在相对的高位 那么让一些手里只有几千美金的人 望而生畏 望价生畏 最终选择最简单 最容易投资的现货ETF 另外一个机构一定不会让币价大涨大跌 未来再出现说币价跌个四五十的状况 应该很难看到了 它会维持在相对的高位 这是最符合机构的利益的 第三呢 这种状况应该会利好以太坊等相对的竞争币种 那么山寨币种在未来可能会迎来爆发期 好了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那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 这里头有所有的会员潜意 我们希望在这一轮牛市当中 带领我们的会员在资产后面加个零 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一起努力 明天见